哈喽,大家好,我们又出来新德里一日游了 跟着阿妍这个导游走呢,就是行程会很赶 我们今天会在德里看三个景点 所以这期视频呢,稍微有一点长 跟着阿妍走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她每次的行程都很赶 可能是带团带习惯了吧 带团的话,因为大家来印度短短几天要看很多很多的景点 所以呢,就是她就一天会安排好几个 可是我们觉得真的没必要,她也是习惯了 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导游在旁边给我们讲解 这样就比较好 这是我第三次来这个博物馆 确切的说进到里面来是第二次 中间有一次有点突发状况,我就没进来 我首先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多了一些这种LED的电视屏幕的讲解 原来这个地方都是在那个牌子雕像的下面有一些字写的介绍 现在呢,都会在每一个上面有一个屏幕来给你做介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没想到来到博物馆里后呢,我儿子和女儿特别的高兴 阿妍看不懂什么东西,但是她觉得什么东西都很新奇 什么小动物呀,小被子小碗呀,她就觉得看着很好玩 然后Tia呢,就一直查着爸爸给她介绍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干什么的 听得很认真哦 我感觉比那个她姐姐还有她卖生女Tia听得还认真 然后阿妍呢,就是很有意思看看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 她肯定也是看不懂了 但是她觉得见点新奇的事物吧 高高兴兴的,特别好 你们看她有模有样的,一个一个的在看 认真真看几眼 然后呢,再跑到下一个上面去看 一个一个的看 好在呢,就是这些高度都比较符合她的身高 她就是一下子就能看得见 感觉跟一个小大人一样 好有意思呀 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完全用象牙做的一个,可能他们说是拜神用的东西吧 你看,全都是象牙做的 然后雕刻的特别的细 给大家放大一点 你看,就是特别的精细 精致的这种东西 全部都是用象牙来做的 然后这一个呢,是一整根象牙 它是一整根象牙上面 雕刻了释迦摩尼佛的所有的故事 手工也是很精致的 具体的是哪个年代我也没有看 忙着照顾孩子 但是就觉得还是很震撼的 一整个象牙做的这个东西 这个呢,是印度的画 我感觉印度现在还有很多在画这种画的 就是特别细,特别细的笔 然后一点一点画的特别细节的东西 很小很小 感觉这些东西的画呢,要用放大镜看 才能看得仔细 博物馆最吸引我的就是 它这里摆放了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从头部到脚的舍利 而且是很大很大块的 这个是它介绍的这个图片 从头到脚 这两个罐子呢,是扒到它的时候发现的 装舍利子的罐子 然后这个就是真正的佛祖的舍利 这里是允许拍照的 所以我给大家拍个视频看一看 很大颗很大颗的这个舍利子 从头部到脚部 转圈呢,都有 供奉在这个塔里面 这个塔呢,是泰国赠送给印度的 是不是大家会觉得 如果是有佛祖的舍利子 在中国的话 肯定会花一个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盖一个很大很大的寺庙什么的 来供奉它 可是在印度呢,这么多舍利子 只放在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地方 塔,连塔都是泰国人捐赠的 当然这里的变化呢 跟几年前就是 几年前它是在博物馆的 所有的刚才看的地方中的一个地方 你会走路走路溜达溜达 发现,这里有一个佛祖的舍利 但是呢,这一次我发现 他们把它专门放到了一个房间里 这一个楼 整个这一栋楼都是关于佛祖的一个陈列馆 然后在启动的一个房间 是专门放了它的舍利子 因为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佛教徒呢 来这里朝拜 原来放在那个地方 有点耽误大家看别的景点 因为大家会来这拜拜 所以他给它放在了整个 单独的一个房间里 比较方便 如果要来朝拜的人来朝拜 但是感觉也是特别的潦草 跟比其他国家比的话 还是很简陋 如果你不特意打听的话 也可能不会知道 这个舍利子放在哪里 不会有很明显的那个标志 来告诉你它在哪里 印度虽然是佛教的发源地 但是呢,就是印度本地人 信佛教的人 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女儿也在拜一拜他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以后呢 他亲开了一个小餐厅 我说我想过去简单吃点小吃 没想到东西还不错 价格也很便宜 价格也很便宜 不像是金店里面的该有的价格 吃完了东西呢 我们来到了莲花庙 今天是周日 没想到莲花庙前面的人 有这么多 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么这么多排队的人 就是要去莲花庙的 印度真的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了 现在感觉走到哪里都是很多很多的人 这个地方也就是来陪姐姐看一下吧 如果不是为了陪她的话 我们真的也没有什么必要来这里 就是一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庙而已 而且就主要就是看它的外观 看看看看 这些人都是要过去看莲花庙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景点是免费的 所以人会比别的景点格外多一些 因为它就真的是一个现代的建筑 除了好看一点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也没有什么神圣的 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人这么多 但是这个景点是完全免费的 门口还是有一些小店的商店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要找个地方停车 然后呢过来排队 虽然说这两天天气还是挺凉快 可是这边的凉快也是三十多度 只是没有四十度而已 还是有三十多度 还是很热的 我们在这里排队 大概排了十几分钟就进来了 进来了一看乌泱泱的 都没有一个坐的地方 就这里的人很赶 里面的保安就一直催促你 你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所以这个景点就是你往前走一走走一走走到这个庙 绕了它转一圈就马上出来了 之后呢我们又来到了古都布高塔 这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人你看也是不少 这个景点是要收费的 也是三十五块钱卢比吧 三块多人民币 对本地的人来说 这个景点的变化就是它的门票 有纸质的变成了这个小扣 然后晚上加了很多的灯光 具体的景点介绍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很老的建筑 很老的这么高高的塔 最后给大家看几张最近这两天玩的照片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